戴好蛙筋 泳帽 輕快地跳入水中 年僅六歲的以時瑪麗 俐落腳尖地在水中游泳 靈活得像是資深游泳老將 以時瑪麗在出生時就沒有雙手 加上一隻腳也有不同程度的殘疾 但憑著勇氣和決心 在當地舉辦的游泳比賽中 奪得金牌 他有很多錢 他不可以說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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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年多前 以時瑪麗的父母 為了能舒緩兒子背部的壓力 特地帶他來到這個專位 殘障兒童設立的游泳俱樂部上課 從剛開始 因為小時候的意外 對水產生恐懼 逐漸克服之後 在短短一年的時間 就有超越同齡兒童的優異表現 他們可能在嘴巴上 有點不適合 但當他們在嘴巴上 有同樣的機會 他們有其他孩子 他們可以說 他們可以說話 可以說話 雖然家境不寬裕 家中經濟全靠在鋼鐵工廠當工人的父親 加上每週兩次上課長距離的接送 是不小的負擔 但小小年紀的以時瑪麗 並沒有讓父母失望 在游泳中找到自信 活出精彩的生命價值 活出精彩的生命價值 好 好 好